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外的东西带来 而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内在的因素造成的 这内在的因素是什么 内在的因素就是执着 虽然讲了很多 但是最终就是执着 这跟我们很多人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对任何一个神外的 比如说自己有一个很喜欢的东西 衣服也好或者是收拾也好 那越执着越喜欢 然后就是对他的执着越强烈的话 他跟我们带来的痛苦就是越强烈了 越是对这个痛苦没有什么执着的话 没有什么执着 就是无所谓的这种态度的话 那他对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影响 就是不是说没有影响 但是这影响很小 因为他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所以他也不可能给我们带来太多的痛苦 所以都是执着 执着人我之和发我之 所有烦恼的根源 所有烦恼的根源 我们认为就是所有烦恼的根源 就在外面 比如说我们认为 好的东西对好的东西有执着 对没有不好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石头泥巴砖头 对这些东西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执着 我们认为因为黄金和金钱跟这个砖头 它实际上有差别 就是实际上就有差别 所以我对他们的这个执着 就是有有有有有差别 当然这样子说的话 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是我们把这两个 这两个金钱跟比如说普通的砖头之类的东西 如果这两个东西我们都不执着的话 它虽然是它本质上有差别 没有差别 我们先不说 如果这个人不去执着它的话 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带来的幸福也好 给我们带来的痛苦也好 完全是一样一样的 砖头跟黄金跟我们带来的这个痛苦也好 幸福 这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也过度的去执着 执着这些东西以后呢 执着了以后呢 越有执着 就是越想得到这个东西 越想拥有这东西 越想得到 越想拥有 就是越就是要去 去这个奋斗 就是那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呢 越去追求 越要去追求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那就是就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对这个 这些东西啊 身外的东西 不是说不能 不是说一下子就 不要有任何执着 这个我们大家都做不到 但是有过度的执着的话 那就是跟我们带来太多的这个痛苦 太多的痛苦 本来我们为什么要去执着这个 为什么去追求呢 我们希望通过就是我拥有这个东西以后呢 我就是能够得到一些幸福 我们是为了得到幸福去追求 但是呢 这个没有得到 没有给我们没有带来 没有带来真正的幸福 而且就是去追求的过程当中啊 带来了这个无数的痛苦 不仅是现实生活当中的痛苦 而且造业 以后就有更大的痛苦在后面 所以如果对这任何一个东西啊 有过度的这个执着的话 就是有很多的痛苦 指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要去过度的去追求 这个是肯定了 过度的去追求 过度的去追求的话 那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追求 像每个人都拥有两三套房子啊 每个人都拥有这个好计量车啊 然后就银行里面好大一笔存款 每个人都去这样子追求的话 那就是在过50年以后 我们地球人就超过90亿或者是100个亿 那每一个人都要这样子的话 这个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源呢 就没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人就这个时候只有去挑战自己 说服自己 这样子才能够 人才能够活得下去 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就是会 如果过度的去追求的话 最后就还是要到这样子的地步了 这是肯定的 所以佛就告诉我们 是什么呢 不要去过度的追求 不要去过度的执着 他不说不要去追求 不要去追求做不到 先说不要去执着 不执着就自然就不追求了 如果执着的话 执着就是赢 追求就是国 从赢 从赢 这个地方要去解决 要不然的话是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呢 要不是说完全不执着 这个我们大家反复啊 反复对神外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民离 自然而然就是会有这个执着 这个做不到的 但是呢 适当的去这个 放下执着 禅宗里面天天讲放下放下 但是说放下就能放下 没有那么容易 怎么样去放下 放下 要放下的话 怎么样去放下 原来我不放下 我执着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看见 这些东西啊 给我带来一些这个 心腹 所谓的心腹 所以我去 我去追求 我不放下 如果现在我要 要我放下的话 那就是也要一个 我要看到一个 它的理由 我为什么要放下 我为什么要放下 我要有一个 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我猜可以放下 那要不然的话 我们是不会放下 那理由是什么呢 理由就是 当然有很多理由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 角度去这个思考 这个里面讲的 因为这些都是假的 所以就不要这个 过度的执着 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啊 做错一些事情 或者是 就父母呀 亲人死了 那就是在梦里面 痛哭万愤 那样子的时候呢 突然间这个 新过来的时候 这个梦里面的这现象 它也就不存在了 然后就 这个痛哭 也跟着就不存在了 心里面很高兴 心里面非常高兴 原来就不是 我做错事情了 不是亲戚 不是父母死了 就新过 我原来在做梦 一下子就很高兴 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刚才这东西 让我在做梦的时候 一样的很真实 所以我很执着 所以我很痛苦 现在我立即 新过来了以后呢 我不痛苦不执着 为什么我知道 这个是假的 我知道这个是假的 所以我不痛苦了 反而高兴了 就一样的道理 我们就 随着了以后 这个做的梦 这个叫做小梦 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 就是大梦 什么时候能够 醒过来 也许永远都 醒不过来 也许如果真正 像佛的引导 就往前走的话 也许很快就可以 醒过来 这个我们就是 以前也讲过 我们学佛 就是将人的感受 将实实在在 活生生的东西 就是像我们 吃饭填饱肚子 一样的真实的东西 我们不说是 深深迷迷的东西 看不见的 摸不着的 不是 当然我们不修行的话 这个当然看不见 比如说我们 正常的人 可以看得见 这些物质的颜色 但是 色盲 他看不见 他看不见 等于 不等于 这个不存在 也就是 这个 我就是说 修行的人 他能够感觉得到 这个是假的 跟晚上做梦的时候 是完全是一样的 他感觉得到 我们感觉不到 为什么我们不修行 我们感觉不到 这个不等于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不等于 为什么我自己不去 不去 不去修 当然感觉不到了 就是我们像色盲一样 当然感觉不到 这个 他是假的 真的 我们感觉不到 我们一直都认为是真的 这佛教的这些道理 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从总的来说 比如说 这个整个人类 地球 环境 资源的角度来说 也是很有 很有勇的 从一个个人 一个校空间 一个家庭 或者一个个人的 这个生活来说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重要 比如说 我们过度的去追求 这些东西 一生都是去奋斗 奋斗 我们需要 希望得到一个结果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幸福 但是我们经历的所有东西 都不是幸福 都是痛苦 那这个痛苦 一直都是痛苦 那这个结果 什么时候用 就没有一生 就是这样子过去了 到死的时候 也没有得到什么 没有得到什么 这个 这个 幸福 所以就是 临终的时候 也就是对这个社会 对这个生活 不满 仇恨 就这样子去死掉了 人的真正的生活 就不是这样子了 人的真正的生活 就是相对 就单纯一点 朴素一点 这个当然不等于是 像米拉尔巴这种生活 相对来说 就是单纯朴素 少于资助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就去学一些 像这个培养 培养什么呢 培养处理心 培养慈悲心 关怀一切众生 为一切众生的幸福 就能做多少 就做多少 奉献 这个实际上就是 人的这种 这个人的这种 真正的生活 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我们的价值观 从根本上就这个错了 错了以后呢 这个就是 就受到 严重的受到 就是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样子 以后呢 原来国去东方就不是这样子 都不是 我们看到这个 还不到一百年前 罗书 哲学家罗书 他写一本书里面 就讲中国人 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就是他讲的都是 就是跟我们现在的 这个西藏人一样 他说的都是这样子 国去东方都是 都是绝大多数 都是这样子 人就是比较单纯 比较扑术 然后就是就很讲 这个道德 伦理道德 这方面就非常将就 人讲就是这样子 但是呢 后来就是就受到 这样子的这个影响 以后呢 现在我们什么都不讲了 就是就讲钱 只要有只要 能够挣到钱的话 就什么都原意 今天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这样子 那钱真正带来的心腹 有没有心腹 这个我们现在还 极少数人以外 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 西方发达国家 有些人就是已经到达了 这个地步 他觉得钱不能给我们 带来心腹 原来的这种 这种这种 心腹的这种观念 是错误的 寻找追求心腹的方法 是错的 半个世纪当中 很多人去 很多人去 很多人去研究 数据 最后告诉我们 都是错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结果 这个是结果 在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是一代一代 就就 就是就生命 在这样子的过程 追求的过程当中 结束了 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这些都是一个 就一个字 就是一个字 执着 就执着这两个 禅宗里面将放下 就是这个原因 不要那样子执着 要放 能放多少 就放多少 放下 看破 红尘 四大 接口 等等 今天的人 就是把用这些 这些 这些词来 用这些话来 讽刺人 挖苦人 就是一个 作为一个这样子的词 就是作为一个这样子的 话来看待 但是实际上 现在的人 根本不知道 他真正的 这个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为什么不知道呢 就是严重的 就是 污染 就是被其他的这些 价值观 那污染了以后呢 我们的这个价值观 就是完全就不是一切那样子了 错了 错了以后就非常的去 过度的去执着这些东西 过度的去追求 追求了以后呢 就破坏环境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在后面了 佛就这个光是从 仅仅是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一定要这样子去看 要不然的话 以后就是没有办法了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 刚才我们说的 从生意地的角度看 这整个世俗地都是 都是不了遗的 因为他不了遗 所以就是 不要去相信他 不要相信他 但是不要相信他 我们还是要生存 还是要生存 生存还是需要有生存的条件 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钱 没有钱怎么样去生存 说回来还是需要钱 这个当然了 我们余界的终身 三界当中的余界的终身 当然是需要这些条件 但是这个真正的一个 一个人的生存的条件 就根本不需要 现在我们就那样子去追求 根本就不需要了 根本就不需要那么多 根本就不需要那么追求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 以前我们讲过了 佛教徒的生活末世 原来我们讲过 这个是极符合 佛的这个意思 有符合这个科学 所以我们生活 就是要这样子生活 我们要这样子生存 这个是非常好的 要不然的话 这个我们口头唱 就口头唱 说一切是空心 不执着 放下等等 但是呢 还是跟其他人 一样的去执着 一样的去执着的话 一样的去追求 肯定是了 一样的去追求的话 一样的会痛苦了 一样的会把生命 就会浪费掉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 在这个里面 佛告诉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从生一地的角度来说 一切都是 佛说轮回 因果 世界 宇宙 佛经里面 天文 地理 这样很多很多 但是呢 这些都是 都是假的 这个假的意思 就是说 从生一地的角度去看的话 这个是假的 这样子 第一个 就是不符合道理 凡是不符合道理的 这个经典 都是不符合道理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 第二个是 这个叫做 这个 必要 也叫做目的 可以这么说 那既然是 这个是假的 那佛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他有目的的 或者是 有这个 有目的 或者是 有必要 有必要 这样子 虽然它不是真实 是假的 但是呢 有必要 有需要 必须要这样子说 必须要这样子说 刚才我们讲的 明明知道 这个签呢 是不存在的 我们不认为签是 实有的 都知道 签是 金签 是空心 但是还是要去争钱 这为什么要 因为需要生存呢 需要生存 所以就是 还是要去争钱 这个是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还是要去争钱 同样的 佛也就是 指导这个一切 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说 还是要说 这个是存在的 英国存在 轮回存在 处理心需要 菩提心需要 都需要 实际上 这个真无空心 在从空心的境界 生一地的境界来说 都不需要了 但是呢 因为我们 没有那么高的境界 所以 还是要说 这个是 还是要说 这些都是存在的 就是这个 必要 这个是第二 就是 有这样子的必要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是什么 第三个条件 这一切 都要有一个 荣医 或者是这个照眼殿 佛 比如说 佛说 这个照眼殿 什么叫做照眼殿 比如说 佛就是说 这个轮回 英国不存在 实际上不存在 但是佛说 轮回 存在 英国 存在 那佛的照眼殿 是什么 佛的照眼殿 就是这个 在我们不观察的时候 是存在的 的确是存在的 所以 他是从这个角度去说 存在 照眼殿 是这个 就是这个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不观察的时候 在我们的 焉耳彼色神 在这个范围当中 他是存在 这个是他的照眼殿 那有什么需要呢 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如果说有轮回 如果说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呃 营过 还有所有的 这 比如说 说我也存在 啊 终生也存在 然后痛苦 幸福 神祸 啊 等等一切都存在 那样子讲的话 然后大家都知道 有痛苦 啊 也有一个心腹 所以我们希望脱离 痛苦啊 希望这个 得获得 这个心腹 所以我们要去 奋斗 哦 就是有 这样子通过这种方法 每个人都可以 解脱 这个就是佛的 这个啊 佛的这个啊 需要就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 目的也叫做 需要 呃 凡是 呃 凡是这个呃 不了意的法 都要具备 这三个条件啊 以后你们自己去思维 任何一个佛经 可以自己去 呃 思维 这个佛经 具不具备 这三个条件啊 只要只要只要具备 这三个标准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 嗯 不了意的法 呃 这个都是不了意的法 嗯 那不了意的法 实际上就是 佛就是将一个 不存在的东西 给我们将是存在 啊 那这个跟亡语 有什么差别 嗯 那难道佛是不是 撒谎呢 啊 撒谎跟这个 有什么差别 啊 有差别 嗯 这个佛经上 呃 是有 有有这个文达的 那这个 不了意经 和这个亡语 有什么差别 嗯 呃 差别是什么呢 亡语 亡语是什么 亡语也是说 把没有的东西 说成是有 啊 或者是把有 有存在的东西 说成没有 这叫做亡语 嗯 但是呢 亡语是欺骗人 为了自己的 这个母 母敌 啊 欺骗人 这个叫做亡语 嗯 这叫做亡语 所以啊 因为亡语是为了 达到自己的一个 母敌 去欺骗人 他因为是一个 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们把它归纳为 啊 这个不善 是不善之意 嗯 那佛刚刚说的是什么呢 虽然佛说的也是啊 也是不存在的东西 啊 说成是存在了 嗯 但是不一样是什么呢 佛是为了引导 啊 引导终生 啊 我们现在 没有办法这样子 啊 比如说 啊 你把神医地跟世俗地都不分 啊 就是 只有一句话 把所有都否定了 什么都不存在 这样子的话 哦 那这个是第一个啊 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跟这个外道啊 的这个断肩啊 是一样的 是跟断肩是一样 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像学佛啊 啊 啊 这个 这些都是不存在了 嗯 不会学佛了 不学佛的 谁也不会解脱了 所以佛就是 这是引导啊 实际上是真的是不存在的 佛这个是说对了的 嗯 但是呢 啊 我们暂时啊 只能说 暂时只能说 这些都是存在 那因为我们的境界还没有那么高啊 如果我们的境界也就是像佛的境界那么高的话 那就是不需要去分这个生意地和时速地 就是一句话说这都是不存在 都是空性啊 这个话一点都没有没有没有问题 呃 但是呢 我们的啊 我们接受不了啊 明明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现实生活的现象啊 所以就是不能这样子否定 所以佛就是暂时就是说啊 存在因果轮回啊 还有很多这些这个世界啊 啊终生六道终生都是存在的 这个暂时啊 只有这样子说 嗯 这个是为了引导 为了引导 佛是 佛就是为了为了引导我们 但是这个引导呢 只有这样子引导 那我们把生意地世俗地什么都不分 就是说一句话说一切不存在的话 那这个我们啊没有不能达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佛还是保留了一点啊 就是为我们保留一点 保留什么呢 保留时速地 那暂时是存在的 在我们的境界当中 它是存在 所以就是佛说啊 因果轮回存在 嗯 这个是引导 就这样子 只有这样子一步一步逐渐逐渐的引导啊 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利益终生 就佛自己的境界那样子去讲法的话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利益终生 嗯 所以啊 这个是跟撒黄梗这个两个是这样子的 不料仪是这样子的差别 那这个是啊 不料仪的啊 不料仪的这个经 不料仪经的三个标准 嗯 三个标准 啊 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三个标准当中的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不符合啊 不符合时机的 嗯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啊 就是用从现在的这种 从从从从这个现代人的说法去说到 从用现代人的话来说的话 这个我们佛经是非常科学的 嗯 只要不符合这个真实的东西都归纳为什么 都统统归纳为不了仪的啊 只要不符合真实的东西啊 啊 不符合我们的眼耳鼻色也好 不符合逻辑也好 不符合科学也好啊 啊 反正总而言之不符合真意的啊 所有的这个佛经都归纳为啊 都归纳为这个啊 都归纳为这个啊 不了仪嗯 不了不了仪的经啊 我们不承认 他这个里面讲的是实事 但是呢 佛就为了度化一些个别的人啊 就是佛有目的啊 佛有照焰点 然后就是这样子讲的 嗯 但是他这个内容是不是真实这样子呢 不是这样子 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的话 我们永远都是佛经里面 他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啊 永远都是 不是 凡是不符合这个真实的真意的东西 我们永远都不承认了啊 就是这样子 这个非常重要了 所以佛教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用现代人的话来说的话 是非常非常科学 只要不符合这个真意的 全都是啊 全都是这个 那归纳为这个不了仪了 就这样子 啊 这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啊 那刚才我们讲的是这个 不符合啊 圣意的的道理啊 另外一个是不符合世俗的的道理啊 这个道理有两种 不符合世俗的的道理 嗯 不符合世俗的的道理是 那什么呢 世俗的是我们的这个 啊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这些 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 现象啊 还有就是这个 大的宇宙 小的啊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 空间啊 那这些都叫做这个 世俗的啊 那这个世俗的当中 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这个世俗的 也有一个世俗的的道理 嗯 世俗的的这个规律 自然的规律 嗯 有一个世俗的的自然规律 嗯 他从这个 从生一地的角度看的话 当然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 嗯 这个规律都是不存在 但是呢 啊 我们啊 就出于世俗的 啊 出于世俗的 从世俗的这个角度去观察的话 那他还是有一个他自己的道理 嗯 比如说英国 善有善保 恶有恶保 啊 等等 就是有一个世俗的的道理 这个都是道理 嗯 那不符合这个道理的 嗯 不符合这个这个道理的 就佛经里面 如果有不符合这个道理的话 其实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啊 啊 中瓜是得瓜的 嗯 但是如果佛经里面说中瓜不会得瓜 中瓜会得斗 啊 如果佛经里面有这样子一句话的话 那这个就是 就已经是这个啊 不符合世俗的规律 不符合这个自然的规律 嗯 因为他不符合自然的规律 所以我们把它归纳为这个不了意的经 不了意啊 为什么他不了意呢 他他为什么他是不了意呢 嗯 因为他他是在讲啊 这个时候佛没有在讲空性 如果佛在讲空性的话 那当然啊 从空性的角度都可以否定的 但是这个时候佛讲的不是空性 佛讲的是世俗的的这个自然的规律 嗯 但是世俗的的自然的规律 佛在讲世俗的的自然规律 但是佛说的佛说的啊 跟世俗的的自然规律是啊 不符合的 矛盾的 嗯 所以我们把这个是 这个 这个这样子的经典呢 归纳为这个 呃 不了意 不了意 为什么不了意 他不符合世俗的的 嗯 不符合这个世俗的的道理 所以他是 那他是这个 不了意 嗯 嗯 就是这两个 佛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 有很多 那这个世俗的 这个了意和不了意这种说法 是佛自己说的 还是后来的人 后人说出来 来的呢 就是佛自己说的 这个四仪法 是佛很多佛经里面啊 讲了 佛自己说 佛 他的佛经就有这个声音 那 了意和不了意 嗯 你们不要依靠啊 不了意啊 不要相信不了意的法 要相信了意的经典 这个就是佛啊 亲口告诉我们 佛自己说 那 他的这个佛经就有这样子 两种啊 了意和不了意 嗯 还有 佛就是说啊 那这个了意和不了意的法 谁取啊 谁取这个员别 了意和不了意呢 他就是说无诸菩萨 啊 无诸菩萨就是 就是这个 能够辨别这个 什么是了意法 什么是不了意法 这个是 佛的收集里面呢 有无诸菩萨 嗯 后来无诸菩萨啊 就是把这个 根据佛第三转法轮 把佛的第一转 第二转 第三转法轮当中啊 他就去分啊 那一个是 呃 了意的 那一个是不了意的啊 那第一转法轮 是不了意的法 第一转法轮 是不了意的法 第二转法轮 是将空心 嗯 将空心 那将空心的话 这个是 呃 不是彻底的这个 不是 不是中极的这个 这个了意 但是呢 这当中也有一部分 是了意的 像无垢光 尊者 他认为 这个是暂时的了意 嗯 只能说暂时 因为这个里面 只降了空心呢 呃 如来藏光明的这一部分 还是没有降 嗯 所以这个只能说是一个 呃 暂时的了意 或者是半了意 嗯 半了意 好 第三转法轮 啊 第三转法轮 才是真正的这个 啊 了意 经 真正的了意 的经 嗯 这个佛 呃 这个 这个 戒身密经 嗯 是释迦牟尼佛 自己解释自己的这个意思 那 那那个当中也说了 佛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 这个了意的经 是什么呢 就是第三转法轮 第三转法轮 整个 整个大藏经里面呢 整整个这个佛经里面啊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经是 呃 否定三转法轮是 呃 了意的 没有一个经是说 三转法轮是不了意 那所有的 佛经的这个 佛经里面就讲这个 这个了意不了意的时候呢 都说 都说三转法轮是这个 呃 了意的 三转法轮就是 这样子了意 这是无诸菩萨 他也是根据佛经啊 这样子分啊 了意和不了意 三转法轮是这样子 嗯 那三转法 那这样子 那这个 嗯 啊 佛 了意和不了意的 这个两个经当中 嗯 佛经里面就有一个 有一句话很著名的 嗯 这里面就是讲 凡是将空心的部分 呃 都是这个 这个了意经 嗯 凡是将空心的经典啊 无论是在第二转法轮当中也好 那第三转法轮当中也好 这个都是这个了意经 嗯 凡是将人 自我啊 还有这个 这个终生啊 等等啊 灯灯里面有什么呢 灯灯里面有营锅啊 嗯 这个七十节 就是十节 善和大地 等等啊 就是这些啊 凡是将这方面的 都叫做这个 这叫做这个 不了意的经 不了意的经 哦 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还是要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个是 不符合神异地的道理的经 都叫做这个 不了意 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让我们啊 就不要过度的去执着 因为这些都是假的 佛虽然是说了啊 有因果啊 有轮回 菩提心 出力心 世俗菩提心啊 都讲了啊 但是呢 我们暂时啊 这个暂时 它真的是 是一个因果关系 它是一个存在的东西 但是从从佛的境界 或者从空性的角度 这都是不存在的啊 这个都是不存 因果轮回 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也你 我们也不要认为 这个因果 轮回啊 这些是重继的真理 不能这样子说 没有一个重继的真理 科学哲学里面都在说 没有一个重继的真理 说得对 我们佛法也这么认为 这个世俗菱当中 就是没有一个正继的 没有一个重继的 或者是没有一个绝对的真理 都是暂时的 都是暂时的 这个是 但是这个暂时的这个 这个规律当中啊 也有一个啊 也有一个真和价啊 真和价 这个是时速的当中的真和价 这个我们原来讲的那种 时速的有一个正时速的和道士速的啊 就是这个正时速的啊 这是时速的当中的这个啊 自然的规律它符合这个时速的啊 那个叫做正时速的啊 它符合这个自然的规律的正时速的嗯 不符合的就是啊 这个道士速的是不对的 是无中生有的嗯 这些都是这这两个两个道理啊 不符合的都叫做这个 那两个这两个都叫做这个啊 生意啊 这个都叫做嗯 这个不了意啊 比如说佛经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有些佛经里面啊 有些佛经里面说 有些佛经里面说 地狱啊 地狱在哪里 嗯 地狱就在这个印度金刚座啊 菩提嘎呀 就是在印度金刚座的下面啊 有多少多少的这个这个神度 然后就是地狱了 然后就是地狱的世界了 佛是这样子说的 但是佛在另外的经典当中 就他就否定了这个 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啊 那是什么呢 地狱不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不了意的说法 地狱不是 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睡着了啊 睡着了以后呢 他做梦的话 那他这个梦里面看到的这个世界 嗯 在什么地方呢 嗯 这个世界本来是不存在的 如果要是存在的话 这个人啊 他就是在那里做这个梦 就在那里 嗯 哦 地狱也是这样子 一个人 譬如说两个人通一个地方 通一个地方 一个人称佛了啊 一个人就是夺地狱了 嗯 那同样的一个房间啊 两个人在一个房间 一个就就两个人一个房间当中死掉了 一个人就称 死了以后 中英神成就了 另外一个就是 死了夺地狱啊 那这个人的地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房间啊 那另外的那个人就成佛了 看到了佛的插头是哪里 也是这个地方 就是就就就就就一个房间啊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 从比如说他的亲戚朋友角度来说 他们两个人的亲戚朋友角度来说 这就是一间房子啊 但是呢 多了地狱的人看 这个就是地狱的世界了啊 成佛的人看 这个就是啊 佛的境界 佛的插头了啊 生下来的他的亲戚朋友看 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房间了啊 实际上整整的这个 这是是这样子啊 那这样子的佛经 它是不符合啊 不符合这个 逻辑的 这个不符合什么 不符合道理的 不符合什么道理呢 是不是不符合这个生意底的道理呢 生意底的道理当然不符合 不符合 但是呢 因为不符合生意底的道理 所以它是在这个 所以它是不了于那样子的话 那就那就所有的生意底 所有的世俗底都是 所有将世俗底的都是成为不了于 这个不是这样子 我们是讲世俗底的时候 看这个景点 这个佛经里面讲的 它符不符合这个 这个世俗底 也就是说 它符不符合 这个我们现在的 这个自然的规律 不符合的 比如说刚才 地域就是这个 这个印度金刚 左下面的就是 多少多少公里 那个地方 那种说法 它实际上就是 不仅是不符合 生意底的这个道理 连世俗底的道理 也不符合 也不符合 地球的里面是什么样子 现在大概的就知道了 就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不符合了 不符合 所以就是这个不了于了 这佛自己也说了 佛自己也说 这个是不了于的说法 那不了于不是这样子的话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 佛知道这个不是这样子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 刚才我们这种说法呢 就是学佛 就是佛的理论 就是比较了解的人 就学到一定的程度 虽然没有证物 但是佛的理论 掌握得比较好的人 给这种人去讲的话 一下子就能够理解了 尤其是学过一切法 都是我们性创造的 这种比较能够接受 这个道理的人 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 这个符合实际的 但是还没有这样子 还没有学到这样子 这个程度的人来说呢 这个不好理解了 不好理解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干脆就是说 人的世界就是在上面 地狱就是在 这菩提加下面 多少多少地方的话 当时的很多人就觉得 是这样子 地狱应该是在底下 他们是这样子 认为这是需要 这个就是佛的目的 他的找颜点是什么 有些人的 有些人的确也会 因为业力的现象 有些人会这样子 会 有些人的现象 有些对个别的人来说 有可能有这样子的现象 这个不是不可以的 有些人是对有些人来说 是可以可以这样子现象 这个就是佛的这个用意 或者是佛的这个照颜点 所以这种说法 符合这三个标准 具备这三个标准 所以它是 它是这个不了一的经 这个叫做不了一的经 这个就是不了一 这三个 三个当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 最关键的一个就是 前面的那个 这样子我们了解了以后 我们佛教就是它永远都不会 不会跟真正的这个科学是冲突的 永远都不会的 当然科学也有各种各样 不成熟的科学有 成熟的这个科学 真是符合的也有 就不符合的 科学里面也有不太成熟的 不太确定的 甚至就是错误的这个结论 有科学历史上很多很多 这个是例外 真正的这个存在的 真正的这个真实的 那些呢 我们佛法里面呢 也就是 也就是 也就是成人 就只要不符合这 真正的这现象的 都是可以归纳为这个 可以归纳为 不了一 所以佛法 就可以走 可以跟这个 时间的 无论是哲学也好 无论是科学也好 无论是什么样的学科也好 反正就是这个 时间的 真实的东西都 佛法都跟他们一起走 都是这样 一点冲突都没有 就是这样 因为 就不符合这个逻辑的 都是 都是归纳为 这个不了意的 佛虽然这样子说了 但是佛有佛的利用 有道理 佛就是要这样子说 这样子说 佛就能够度化终生 不这样子说 佛就不能 不能 度化当时的终生 所以这样子说 这就是佛自己允许我们的 佛就是自己告诉我们的 这个很重要了 这个叫做 了仪 不了仪的经 然后第二个是这个 了仪经 了仪的是什么呢 了仪的经就是 凡是 这个 不具备这三个条件 当然这三个条件当中的 这个不符合 不符合道理的 这个是最重要了 佛的照眼点 或者是佛的这个 这个佛需要 尤其是需要 尤其是这个必要 所有的佛经都有必要 佛将空性的话 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 是有必要的 但是这个 这个就不能说明 这个是了仪 只要这三个都具备的话 才能够 才能够把它 就这个化为 这个不了仪境 没有这三个 尤其是这三个当中 尤其是没有 这个第一个 就是说 没有补福 没有不符合道理的 没有不符合道理的 就是说符合道理的 符合道理的所有的经 都叫做了仪的经 但了仪的经 也有两种了仪的经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符合圣意地的道理 这个是什么 像佛将空性 像般若 像般若般若米多 像金刚经 像这个心经 像这个 很多很多般若 般若十万诵 反正就是将空性的这些 都是 我们可以说 它是料仪境 为什么是料仪境呢 因为它符合 这个生意地的 最终极的这个道理 它符合 它不没有矛盾 所以它是料仪 它是料仪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世俗地当中的料仪 凡是佛将因果的 佛将论会的 还有佛将很多 这个自然规律 不跟我们看到的 世纪的东西 跟不矛盾的这些经典 佛经里面就讲 佛经里面讲很多天文方面 有一部经是 转门是讲 整个这种冲突到尾 都是讲天文的 佛经里面有讲天文的 佛经里面也有讲医学的 佛经里面也讲地理的 有很多 尤其是这个佛将的 这个微观世界当中 微观世界就是 将得跟 跟这个 跟现在最定级 最定级的这个 武力里面讲的是 不但是医者 而且佛经里面讲的 就是更深入 更广更深 像这样子 这些都是这个 了以经 但是呢 它是 十数地的了以 不是生意地的了以经 这些都是 十数地当中的了以经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十数地当中 符合 自然的规律 所以 我们站在这个 十数地的角度去 这个 拨到它的话 推翻它的话 这是没有办法的 如果要站在 深一地的角度 往下去 这个观察的话 那当然 这个都可以封定的 但是呢 站在这个 十数地的角度去 思考这个问题的话 那永远都没有办法 否定 永远都没有办法否定 它是真实的 都是有根有菊 有根有菊 所以呀 这个是 没有办法否定的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把它 虽然是不是 生意地的这个 了 不是讲生意地的 了一经 但是呢 它是讲 世俗地的了一经 所以我们把它 可以归纳为 了一经 为什么 它是符合 世俗地的道理 不但是 跟世俗地的道理 不重途 而且 它是符合 这个世俗地的 道理 它就是符合 世俗地的 这个证实 尊这个自然的规律 所以 它是真 它是这个 它是了一经 这个就是了一和不了一 了一和不了一 这两个是相对的 所以 就是一部经典 它同时是了一 它同时也是不了一的 可以这样子 因为它是相对的 比如说佛将这个营过 佛将论会的一部经 佛将营过 佛将论会的一部经 它从神移地的角度看 它是不了一的 它是不了一的 但是它是从 世俗地的角度去看的话 它是了一的 它讲的都是正确的 这些都是 所以这个都是 我们学佛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思考的时候 就是要去思考这些问题 要去思考这些 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标准的话 那就是有些时候就很头疼 佛经里面是这样子 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不是这样子了 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不是这样子呢 那是不是佛不知道 或者是佛随便说 不服自然地去说 或者是现在我们看到的 什么东西就错了 那样子会出问题 比如说佛讲这个 像这个世界 佛讲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 而佛在这个阿比达摩 我刚才说的 居舍论 居舍论是校称的居舍论 校称的居舍论的 这个原始的治疗 是佛说的还是阿罗汉说的 到现在是有真论的 这个我们先不说 但是大乘的这个阿比达摩 也是将这个世界 将这个世界 将这个 将这些天体 将地球的 那这个大乘佛教 这个大乘佛教 这里面这样的这个世界 跟我们的其他的 这个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十轮金刚 十轮金刚里面 这样的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 宇宙的这个形成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很大的这个出入 有很大的差别 还有就是光是从现宗来讲 从现宗当中 这个佛就是将 不同很多很多的 这个宇宙的这种 这种这种形状 有不同的 有至少都有这个 十多个 那我们看到的 有可以十多个 这么多的东西 都是不同的讲 讲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那为什么是不一样 为什么佛说的都不一致呢 这个是 这个就是我们 在一千多年前 就有这个 显宗的学者 就思考了这个问题了 问题也有答案 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呢 这所有的这个 那这些这些 这些当中这样子 讲是什么原因呢 佛就是认为 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说的话 无论是那一个 都是不存在的 像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地球远行求壮的 也是不存在 过去的这些说法 就像这个日心说呀 地心说呀 都不存在的 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说 都不存在 从时俗地的角度来说的话 因为终生的 严厉的这个现象 因为一切现象 都是终生的这个 新创造的 我们先不说 唯物唯信 是新创造的 那新创造的话 内心有改变 世界就有改变 所以这个怎么样都会有 这个随时都有 不同的终生 都有不同的世界 有可能这种出现 所以佛就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为了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为了大破 我们对一个世界的 形状的这种执着 我们认为 世界一定是这样子 不可能有其他 不可能是其他的 这个形状 一定是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这也是一种执着 为了大破这个 佛就是这样这样子 然后日是约是 这个光是在佛经里面 都有很多 也有也有 至少也有七八种 这个不同的描述 不同的一些 不同的说法 都是佛说的 都是佛说 不是其他人说 都是佛说 佛自己说的 这个里面是说是这样 那里面又说那样子 很多不同 但是最终的 真正的答案 就是在十轮金刚里面 就是跟 用我们用这个 用这个十轮金刚的 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数据 只要一个人 就不需要任何仪器 就是在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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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班子上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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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算出来 一个人就可以 这一块 一块木板 上面就是像 孤单 写书的 那个上面 就可以算 一个人就可以 两天 三天就可以算 十二个月的 十二个月的 这个 这个 掌历 那 这个跟 尤其是日 月 日是 月是 跟现在的 这个 现在科学 天文算出来的 就只有几分钟的 只有几分钟 有些时候 差距比较大的时候 就是十多分钟 有些时候 就是一分钟 两分钟的 这些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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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佛真正的答案 就是这个 佛真正答案 就是这样 藏礼 我们在这个 新华字典 新华词典里面 讲这个 藏礼的时候 说 藏礼 是文称公主 进掌的时候 就带去的 后来就是 收到了这个 宗教的印象 把吉利的 吉利的日子 就 有些时候 藏礼就多一个 有两天 比较迹象的 就有两天 不吉利的 就是有些日子 就取笑了 就没有了 比如说 我们今天就是 七号 明天没有八号 九号 这样子 就是到现在 都是我们 新华词典里面 这样子 其实绝对不是了 是什么呢 因为 月球 就转地球的时候 这个 进地球 跟远地球 进地球 跟远地球 紧的时候 它的速度快 远的时候 就是离地球 这个远的时候 月球 它的速度 要慢一些 因为这两个的速度 它有一个固定的数据 在这个上面 这两个 快和慢的速度 加起来的时候 有些时候 就要多一天 多一天出来 有些时候 少一天出来 它是一个 非常非常科学的 这个算法 根本不是文成公主 这是十轮金刚 但是 也有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 所以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个都是 佛的真正的 这个意义 我们不了解的时候 就是会出现 这样子的问题了 真正的佛的意思 是什么呢 佛讲的 佛经里面讲的 都是 非常的 这个 科学 从生一地的角度 说 科学 不科学 看不上科学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 这个抉择这些东西 但是 十书地当中 我们是要 需要符合 正确的科学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 这个时候 不符合的 都叫做 这个不了一金 符合的 都叫做 了一金 生一地的角度来说 讲空心的 都叫做 这个了一金 不讲空心 就讲这个人 山河大地 因果 轮回 这样这些的 都叫做 这个不了一金 讲空心的 就是这个了一金 但是呢 二转法轮当中 我们刚刚讲了 就只讲了 空心的一面 他还没有讲 他还没有讲 这个如来藏 他没有讲光明 所以 二转法轮是 半了一 二转法轮是 半了一 也就是 暂时的疗一 富池中华护生协会 邮政华波 富明 中华护生协会 华波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富池 护生 放生 超度 婴生 卫生 胎儿 201-205-609-116-609ronx6-0s3- Separa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